2006年6月22号傍晚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接到普陀分局的案情通报 家住新村路248龙的铁路医院保安徐某林报案 自己十年54岁的父亲徐某雄在家中被杀 在接到出警指令之后 刚刚在前一年 卸任刑侦总队刑科所法医室主任职务的严建军 立即带上学生肖碧 随大队人马赶赴现场 在这儿啊 咱们插开一嘴 接替主任职务的是严建军的大弟子 咱们之前也经常提到的马开军 当严建军踏进徐家的时候 进门处的自来水池的水龙头边上 放着一副假牙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严建军的脑海里立即有了几个初步印象 死者上了年纪 牙口不好 原本的牙齿大多都已经脱落 死者遇害的时候应该准备睡觉 或者正在睡觉 所以把假牙脱了下来 走进卧室 徐某熊的遗体仰躺在床上 上身穿着汗背心 下身一丝不挂 下身生殖器部位 还能看到一些惊艳 看样子在遇害的时候 死者正在和异性进行亲密交流呢 死者的颈部有明显的环状锁钩 宽度为0.3厘米 死亡原因确定为机械性窒息 应该是被绳索勒死的 现场没有发现绳索或者其他现状物体 应该已经被凶手带走了 徐某熊的牙龈上发现了出血点 说明遇害的时候 被凶手死死的捂住了嘴 根据报警人徐某林的回忆 死者徐某熊在前一天晚上 带着一个40岁左右 身高1米6左右的胖女人回家 徐某林知道 他老爸自从死了老伴之后 就经常带各种女人回家过夜 自己呢也已经习惯了 也没管 当天一早 徐某林出门上班的时候 往卧室瞄了一眼 看见徐某熊还在和那个女人睡觉 当他傍晚下班回家的时候 看到那个女人已经离开了 而徐某熊还躺在床上 徐某林呢 以为老爸还在睡觉 就过去推他 叫他起床 可碰到人的时候 才发现整个人都已经凉了 已经死透了 吓得他呀 赶紧报警 事后经过清点 徐家丢失了一些物品 徐某熊一个银灰色的诺基亚手机 一块半心不救的上海牌手表 一枚金戒指和一条金项链都丢了 还丢了放在五斗储里的两千多元现金 看样子 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另外徐某熊的儿子和邻居一致反应 说徐某熊喜欢说大话 经常向别人夸耀自己 如何如何有钞票 怎么怎么有很多女人和他玩 一副不知廉耻死皮赖脸的样子 其实啊 他就是个普通工人 除了死工资之外 没什么钱 但就是特别喜欢玩女人 各种各样的女人 有年轻的 有上年纪的 某个邻居还说了 六月二十一号上午十点 他看到徐某熊下楼买酒 买完回来 还对他炫耀呢 今天呢 我要请人吃饭 哎 女的 我认识的女人 不要太多哦 据此 警方认为 那个和徐某熊一起过夜的中年胖女人 有重大作案嫌疑 因为以徐某熊的经济条件 自然请不起层次太高的女人 要么是层次比较低的卖身女 要么是已经退休或者单位破产 而经济困难的中老年女性 要么就是在上海干保姆 或者庸人之余 赚外快的乡下女人 而最后和徐某熊 在一起的中年胖女人 刚好符合这个刻画 萧毕法医 在协助师傅对徐某熊遗体 进行尸检时 无意间发现床边呢 还放着一份 五月十三号的新民晚报 就随口问了一句 你们家定晚报吗 徐某林摇摇头否认 我们家从来没定过晚报 于是这张报纸 立即被装入物证收集袋 火速送往行科所 检验上面是不是有指纹 不久 严建军还看见床边 放着一只竹子做的不求人 也就是那痒痒挠 看了几眼之后 问徒弟萧毕 你看 这儿有个不求人 你想想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床边呢 萧毕也很纳闷 因为一般人躺在床上的时候 是不会用这玩意儿的 尤其是两个人在床上的时候 这不求人呢 一般是人站着或者坐着的时候 背上痒痒了 又没人帮忙挠 这才用得上 严建军问徒弟 你能从这个不求人上推断出什么信息吗 萧毕琢磨了半天 摇摇头表示不明白 严建军说 这件东西啊 是很重要的物证 我猜这是徐某雄和那个女人调情用的东西 他们两个上了床 徐某雄会用这个东西挠女人的痒痒 即便他身上哪里都不痒 他也会为他挠 就是要把女人的全身挑逗的痒痒难忍 然后才会去做那个事情 萧毕叫来徐某林一问 徐某林证实 徐某雄每次带女人回来睡觉 必须得用这个不求人 每回都会有女人的笑声 从徐某雄的卧室里传出来 他猜啊 应该是他老爸 用这个再给女人挠痒 于是严建军立即命令 把这根不求人也带回去送检 在萧毕准备伸手去拿的时候 严建军一把拉住他 慢点慢点 不能拿这两头 这两头都有信息留下 要拿中间 结束现场勘察之后 两份物证火速送检 新民晚报上的指纹 经指纹库比对 证明是徐某雄的同事范某的 当侦察员上门去找范某核实时 范某承认报纸是他订的 但坚决不承认他去过徐某雄的家 范某说呀 徐某雄经常喜欢自说自话的 把同事订的报纸拿走自己看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多名其他同事的证实 这几个人都被徐某雄顺过报纸 对此大家都很不满 因此这张报纸应该就是徐某雄 在5月13号那天从范某这儿擅自拿走的 范某跟此事毫无关系 侦察员们白白兴奋了一场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通过调查 报纸那条线索没什么价值 而对于不求人的检验也不顺利 检验报告说 这根不求人的两端 并没有提取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当得知检验结果之后 严建军说 可能是塑料袋和不求人摩擦过了 把上面的信息给抹掉了 也有可能是检验的人 在拿这根不求人的时候 把上面的信息覆盖掉了 他突然问萧碧 你跟检验的人说过 要拿当中不能拿两端吗 萧碧顿时懊恼的一拍脑袋 哎呀 我忘了跟检验的人说一声了 严建军呢 倒也没表现出气恼的样子 接着问 不求人的头 不是爪子撞的吗 爪子表面的痕迹也许被抹掉了 顶上的痕迹也许被洗掉了 但是爪子的缝隙里呢 会不会有痕迹或者残留物留在那里呢 萧碧恍然大悟的一拍手 对对对 我马上叫他们再查 经刑事技术中心的再度鉴定 终于从不求人的爪子缝隙里 提取到了一份DNA指纹样本 这个呀 给大伙解释一下 就是指具有完全个体特异的DNA多态性 个体识别能力足以和手指指纹相媲美 所以得名 可以用来进行个人识别 以及亲子鉴定等等等等 其实呢 它不是指纹 而是获得了多个DNA位点上的等位基因 组成了长度不等的杂交带图纹 这种图纹因为也都是具有特异性的 很少有两个人完全相同的情况 所以形象的被称为DNA指纹 这份样本呢 属于一个陌生人 很可能就是徐某林口中的胖胖的女人留下的 接手此案的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徐常华副总队长 想到发生在同年3月2号 虹口区四平路621弄的一起凶杀案 74岁的退休老人高某林被勒死在自家的床上 死者同样下身一丝不挂 家中被劫走一台影碟机 若干金饰品和现金 当时出警的法医也从现场的茶杯上 提取到了一份DNA指纹 现在想来啊 两起案子作案手法类似 所以徐常华副总队长建议并案侦查 经过对比 四平路提取到的这份DNA指纹 和新村路提取到的DNA指纹 可以做同一认定 因此两个案子的重大嫌疑对象 就是那个胖胖的中年女人 在案情分析会上 大家也得出了共识 第一 新村路248弄和四平路621弄 这两个案子的被害人 都是中老年男性 都是被掐死的 都被捂过嘴 两个现场都被人为打扫过 第二 两个案子的被害人都是独身 经济条件都一般 但都喜欢漏妇 都喜欢嫖娼 都曾经通过婚介所找过女朋友 第三 马上成立联合专案组 寻找那个胖胖的中年女人 兵分几路 一路去查婚介所的信息 一路以抓嫖为由头 对红口宝山 杨浦和普陀四个区内的特殊服务行业从业者 进行地毯式的摸牌 另一路控制销赃渠道 严查被抢物品是否被销赃 同时对死者徐某熊的手机进行监控 6月23号 对徐某熊的手机号进行布控的技术人员发现 下午3点16分30秒的时候 有人打了徐某熊的手机 持续了34秒 然后就有关机了 虽然无法跟踪到具体的地点 但技术部门还是划定了大致的范围 国权北路区域 6月25号 徐某熊的手机又在6点45分13秒的时候被人拨打 持续了50秒之后关机 依然无法跟踪具体方位 但显示打出的大致区域是中山北路 6月27号7点 徐某熊的手机又被拨打了一次 这次持续时间更短 只有十几秒就关机了 地点依然是中山北路 于是专案组根据这三次电话打出的地点 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大致范围 兰高路以西 蓝田路以东 蓝高西路以南 中山北路以北 这个区域里有一千多户人家 都是私房 弄堂很多 并且很狭小 排查难度很大 在随后的12小时时间里 专案组一连派了五波侦察员 去这个区域查访 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专案组不放弃 很快又派出了第六波侦察员 出发之前 徐队啊 再三嘱咐要注意排查单身的男性老人 这回运气不错 中年男子廖某某在和一名侦察员聊天的时候 不经意的发了一通牢骚 你说怎么弄啊 我家里的老爷子都66了 我老娘走了之后 他一直一个人过 但他就不想一个人过 三天两头找女朋友 侦察员就问 那你见过你家老头子的女朋友吗 他有没有比较固定的女朋友呢 廖某某想了想说 我平时啊 不跟老爷子住一起 今年2月5号 我去看过他一次 那天就看见有个40多岁的中年女人 在老爷子家里边呢 胖胖的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那你家老爷子住哪呢 通河九村 接到汇报的专案组 立即调集大队人马 将通河九村团团包围 6月28号凌晨三点 警察冲进了廖某某的父亲 66岁的退休老人廖某的住所里 看到卧室的床上 两个人正相拥而眠呢 男的自然是廖某 而另一个正是一个40多岁的 胖胖的中年妇女 当场从他挂在衣架上的外衣口袋里 搜出了一部银白色的诺基亚手机 后来经过徐某林辨认 这部手机正是他父亲徐某雄的 经过调查 这胖女人呢 真名叫周芳 十年四十岁 江苏滨海市人 身高一米六一 体重138斤 周芳当天晚上就承认 虹口区四平路621路 32入市抢劫杀人案 和普陀区新村路248路 622入市抢劫杀人案 都是他干的 以相亲为名 勾引好色的老年男性 骗取他们的信任 然后趁着和老人云雨过后 突然用戏绳 勒住受害人的脖子 活活勒死 然后洗劫死者家里的财物 至此 这起上海市首例女性系列抢劫杀人案 在经过一周的侦办之后 水落石出 周芳因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 最终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大案纪使2023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那么今天开始呢 咱们来讲述一个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大案 广西417特大杀人案 这案子呢 发生在1994年 这一年的4月17号 是一个星期日 这一天呢 是广西上林县白维镇的维日 可能很多北方的朋友不太清楚 维日 这是个什么日子呀 维 左边土字旁 右边呢 一个鱼式的鱼 所谓的唯日啊 说白了就是 赶集的日子 康行街中段 也可以说是 这个黄金地带啊 有一个民宅 这个民宅啊 是大门紧闭 一点声响都没有 照理说 赶集的日子 你哪怕不出来摆摊 你也热闹热闹吧 所以呢 这个民宅 今天这反常的现象 就引起了周围住户的注意了 这民宅旁边有一邻居 主家呢 姓伟 这个伟某啊 就上前叫门 叫了很久 就是没人答应 这一下子 这一下子 这维某啊 就有了不好的预感了 哎呦 是不是出事了 哎 快叫周伯过来开门吧 那这周伯又是谁呢 周伯呀 是这个民宅房主的父亲 这房主呢 也姓周 叫周家乡 这周伯 也住在镇上 周伯一听 要没开门 叫门也没人应 怎么回事啊 赶紧就到了女儿家里边 用力的在那拍门 阿乡啊 阿乡啊 西妹 西妹 一看没反应 赶紧掏出来钥匙 门刚一打开 嘿 一股子血腥味扑面而来 周伯这么一看 当时是吓得魂飞魄散哪 女儿周家乡 一家四口人 都躺在血泊之中 尸体啊 都已经僵硬了 接到报案之后 上林县公安局的局长 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刑侦大队长 带领着人马 就赶到了现场了 等他们过去的时候啊 白维镇的派出所民警 已经把现场呢 就封锁起来了 现场啊 是惨不忍睹 周家乡和九岁的大女儿 钟丽娟 是倒在卧室里边 俩人胸部腹部 都有多处刀伤 法医鉴定呢 是失血性窒息死亡 其中 周家乡中了七刀 胸 腹 背 包括内部 颈部 都有伤口 几乎是刀刀致命 周家乡五岁的二女儿 钟丽丽 和三岁的小儿子 钟振林呢 躺在大厅一侧的床上 身上没有发现伤口 但是颈部 有明显的勒痕 舌尖外露 通过法医解剖发现 喉骨断裂 经过鉴定呢 是被恶警窒息死亡 就是被掐死的 根据死者为内容物消化程度 以及尸般的分布情况 法医得出结论 四名被害人的死亡时间 已经超过十个小时 也就是案发当天 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遇害的 狠检人员在现场啊 找到了一把 刃长二十厘米的折叠刀 还有一件血迹斑斑的 的确凉的军绿色的上衣 在刀坝那啊 提取到了一枚斜指纹 经过鉴定 是胸手右手拇指留下来的 在卧室的房梁上 有一根啊 长度超过两米的胶皮绑带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暂时呢 并不清楚 在厨房的屋顶 发现了瓦片被揭开的窝口 所以综合这些情况 警方给出了初步判断 案件是一人所为单人作案 凶手凌晨一点左右 从屋子后边的厨房房顶 揭开瓦片 和那个上边搭的那板格 进入屋子里边 趁被害人全家睡熟的时候 行凶杀人 卧室房梁上挂着的胶皮绑带 可能是凶手作案之后 想自杀 想在现场 我上吊吧 我一块死吧 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就放弃了自杀念头 行凶之后 凶手把凶器 还有沾满血迹的上衣 就丢在现场了 从大门出去以后呢 顺手把门就拴上了 种种迹象就表明了呀 这个案件很有可能是仇杀 那么谁会和这么一家子孤儿寡母 有这种深仇大恨呢 接下来最关键的侦破工作 就是调查周家乡的社会关系 到这儿肯定有的听友会说 周家乡的丈夫呢 是不是他丈夫杀的呀 自己灭自己的门了呀 他的丈夫啊 已经死了 生前呢 是白维镇中学的校工 喜欢赌博 债台高主欠的钱呢 海了去了 每天债主就是登门要债 两年前的时候 自己啊 就上吊自杀了 周家乡在丈夫死了之后啊 生活的很困难 原本呢 他们收入就不多 把日子过得就紧紧巴巴 曾经他也琢磨过 我再嫁个人吧 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叫黎旭雄的人 走入了他的生活了 黎旭雄呢 跟他住同一条街 这算是街坊 比他大十岁 没结婚 不光是没结婚 还是从来就没结过婚的 这时候啊 就有人充当月老啊 就把刚刚当了寡妇的周家乡 就介绍给了黎旭雄了 周家乡呢 长得也不难看 在他们那儿 在同龄人里边 绝对算是有姿色的 黎旭雄跟周家乡也不陌生 在一条街上住了这么多年 知根知底的 黎旭雄就答应了 照理说 俩人要是搭伙过日子 这也挺好 那后来他们有了什么样的矛盾呢 为什么警方会怀疑 是黎旭雄杀害了周家乡一家四口的 儿子钟镇林生日那天呢 黎旭雄就买了一个大蛋糕过来 周家乡呢 就跟黎旭雄说 你看这些日子一来 也谢谢你照顾我们 镇林过生日 你还买这么大个蛋糕 我也知道你是什么心思 我也想了 我们孤儿寡母的 也得有个依靠 但是咱俩要在一块 我就有一个条件 你得对我的三个孩子好 你得接受他们 黎旭雄一听 当时就答应了 根本就没考虑 这结婚之后啊 生活过的还是挺苦 毕竟他们收入也不是多高啊 挺艰难 黎旭雄呢 却感到特别的幸福 没结过婚呢 这回总算有了自己的老婆了 不费事 这家伙直接来三个孩子 可是过了不长时间呢 黎旭雄就意识到 光靠我自己这手艺 维持一家人能吃饱 这已经算是勉勉强强了 要想富起来 过好日子 几乎是不可能 再这么下去不行了 他就想出去啊 打工赚钱 1993年7月份的时候呢 黎旭雄就去到了广东佛山 卖蔬菜水果 起早贪黑的 省吃俭用的 半年之后 还真攒下来一笔钱 94年春节 兴冲冲的就回家了 把这笔血汗钱呢 就交给周家乡 置办年活 满心的 想欢欢喜喜的 过个大年 可没想到 自己在外边待了半年 再一回来 周家乡的态度 可明显不一样了 对黎旭雄呢 很冷淡 分别就是半年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于是啊 黎旭雄就留了一个心眼 他也在猜忌 会不会是周家乡外边有情况了呀 就悄悄的跟踪丁梢 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了 周家乡啊 还真是一情别恋了 而且这情敌 甭管从哪方面来说 都比他黎旭雄要强 俩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黎旭雄这个痛苦啊 按理说 这算是判了黎旭雄 情感上的死刑了 一般的男的到这一步啊 也就算了 该放手就放手啊 放手是我给他最后的问候 是吧 可是 黎旭雄不甘心 好不容易活了大半辈子 有个媳妇我能这么放弃吗 三番五次的就上门劝 甚至跪下求周家乡 在那哭着求他 希望能跟周家乡重新开始 重新一起生活 可周家乡呢 一次一次的拒绝他 案发前一天 也就是四月十六号晚上 黎旭雄呢 又来找周家乡了 这回啊 他也下定决心了 要是得不到周家乡 我自己活着 也没意思了 来了之后 可以说是死缠烂打 周家乡实在受不了了 就把自己娘家的兄弟 就叫过来了 这一次啊 更绝情 对黎旭雄动了手了 把黎旭雄喷旁五六 打了一顿 娘家兄弟还在那警告黎旭雄 说你以后 要是再过来纠缠 我们见你一回 打你一回 把你打惨 把你打死 黎旭雄呢 性格比较偏执 那么就完全有可能丧失理智 泄愤杀人 通过现场勘察 一些线索呀 也让警方高度怀疑黎旭雄 现场提取的沾血的军大衣啊 是黎旭雄平时穿的 在衣服袖子口啊 包括其他的位置 还找到了一些碎头发 有人就证明 说4月16号晚上 黎旭雄一直穿着这件军大衣 而现场发现的凶器 正是黎旭雄平时 带在身上防身用的 可以说呀 种种迹象都表明 黎旭雄就是杀人真凶 专案组决定 对黎旭雄啊 拘留审查 此时离案发时间 已经有14个小时了 执行任务的刑警呢 赶到了位于康行街136号的黎家 可到了之后发现的黎旭雄 已经跑了 黎旭雄可能去的地方 他们都去了 应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黎旭雄就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似的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半个月的时间呢 啊 别说滨阳县了 别说逃出广西省了 这要是有点钱出国都够了 那现在就别大部队行动了吧 但是417命案专案组的牌子 还是得挂下去 只是没人想到 这一挂呀 就是18年 这个案子的转机啊 已经是在2010年了 2010年 距离417命案案发 已经是16年 零四个月了 情报网络开始高速运转起来 一个月之后 大量的信息汇总到了传案组 从数量上来看 就颇为可观 一共的147条 这些信息啊 波及到的地域很广 包括广东 北京 浙江 福建 贵州 重庆 云南 等17个省市 可以说是占据大半个中国 时间跨度也很大 从1994年到2010年 几乎每一年都有 涉及到的人数呢 也很多 超过了100人 但是从这些线索的质量上来看 不能让人满意 相当一部分都是听说怎样怎样 据传怎样怎样 可能怎样怎样 尽管说开局不利 但是专案组的人员认为 有开始就会有结果 专案组的三位领导啊 先把147条信息线索筛掉了将近一半 留下来了80条 这里面呢 有一条重要的线索 挨着白维镇呢 有一个秦牌箱 据村干部秦某反映啊 他的表弟维某 过去在广东打工的时候 与黎旭雄有过密切接触 2000年 维某全家 前往广东南海市定居 2009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扫墓的时候 无意之中提起来 说2004年的时候 曾经在南海见到过黎旭雄 这条线索之所以被特别关注 是因为1999年6月 在逃人员上网登记 和2002年4月案件升格为 公安部督办案件的时候 在逃跑方向这一栏 填写的都是广东 时至今日 广东依然被视为主要的方向 2010年10月1号 国庆黄金周的第一天 林长盛带领的三名刑警 就赶赴广东南海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就被泼了一盆凉水 维某竟然矢口否认 曾经见过黎旭雄 甚至不承认跟表哥 秦某提到过这件事 林长盛一看维某 维某的眼神是左躲右闪 明显的内心很恐慌 直接就跟他摊牌了 我们的事情很多 不会因为一句没有由头的传言 千里迢迢的来找你 只想提醒你一句 第一 黎旭雄不管逃得多远 藏得多深 落网是早晚的事 第二 公民有协助公安机关的义务 知情不报 要负法律责任 维某是左思右想 不得已说出来实情 2004年9月中旬 具体哪一天呢 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他到南海市客运中心 坐车去广州办事 在停车场 正好碰上了黎旭雄 维某当时大吃一惊 虽然离开家这么多年了 不过呀 家乡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还是知道的 他知道眼前这个老乡 已经是全国通缉了逃犯了 维某呢 胆小怕事 打算装聋作哑 黎旭雄也认出他来了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就走过来打招呼 就问维某最近怎么样啊 哎呦 这可把维某吓得呀 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敷衍几句 就想躲开 刚走几步 黎旭雄就追上来了 我的事情 想必你也清楚 冤有头 战有主 我的脾气你知道 你掂量着办吧 说完之后 俩人就分开了 之后再也没见过面 林长盛又追问 离开客运中心之后 他去哪了呢 这我不知道 他当时没说 我也不敢问呢 你估计他会一直待在广东吗 不可能的 林长盛给维某呢 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说如果之后 有任何关于黎旭雄的消息 随时打这个电话 2011年 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的追逃行动 清网行动 在全国大地上啊 是广泛开展 8月20号啊 专案组呢 接到了一个来自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玛丽坡县的举报电话 这举报人呢 说自己啊 是玛丽镇的一个小学老师 叫陆远 在互联网上呢 看到广西公安机关发布的追逃信息 发现在逃犯黎旭雄的照片啊 和他们镇上一个理发师傅互相吻合 短眉毛小眼睛 裹子脸 驼背 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 五十岁左右的年纪 口音无法确定 因为这个人呢 是哑巴 不能开口说话 但是呢 听得懂当地的壮语 这可是迄今为止 最重要的情报了 最重要的是 玛丽坡是百色市纳坡 静西两个县的近邻 一样是处于中越边境 而且离贵州不远 黎旭雄当年从贵阳出逃之后 完全有可能直奔云南 玛丽坡落脚 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吧 就去了广西静西了 在南海遇到老乡之后 感觉到危险之后 又回到了玛丽坡 这个解释似乎也很合理 甭管怎么样 还是要立刻赶到玛丽坡 看看情况 2011年8月23号 刘武诚带着几名民警 随后路远还拿出手机来 就给刘武诚他们看 用手机拍摄的照片 果然呢 跟网上发布的逃犯的照片 差不多 刘武诚决定 咱们明天呢 得先现场看看人 有必要的话 可以正面接触一下 如果有几分把握 再通过当地的公安机关 查清楚他的来龙去脉 最后再决定 抓还是不抓 第二天一早 路远就把刘武诚他们 带到了预定的地点 可是啊 左等右等 就是没有等到 这个摆摊理发的人 等过了九点 这个剃头像 还是没出现 路远呢 又安慰他们 没事 他肯定会来的 兴许临时 被什么事给耽搁了 接着等 这一等 就过了十点 还是没来 刘武诚这时候 心里坑腾一下子 坏事了 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路远呢 也急了 向旁边一个 卖冷饮的女老板 就打了听 女老板说呀 这个理发师傅 平时很准时 这种情况 没见过呀 刘武诚就问他 麻烦您 能不能告诉我们 他家在哪啊 女老板这才说 每天呢 只见这师傅啊 从雍军路 踩着三轮车过来 具体住哪儿 还真不知道 陆远这时候呢 也意识到 很可能 自己昨天 这是做了傻事了 啊 拿手机拍什么照片啊 赶紧将功补过 这么着吧 我带你们去雍军路 找街道办 一问就知道了 街道办的负责人 看了刘武诚的警官证 说这理发师傅啊 住在东一里75号 来到东一里75号 发现屋子里呢 只有一个四十来岁的 坐在轮椅上的妇女 刘武诚一看 就猜测呀 这应该是 这哑巴师傅的妻子 一问果不其然 这个女人 看见刘武诚他们 放声大哭 就说昨天晚上啊 丈夫回家之后 就觉得有点反常 饭也不吃 水也不喝 闷着头在那抽烟 心事重重的 半夜的时候 这哑巴呢 突然开口说话了 把他吓了一跳 结婚十来年 这是头一回开口说话呀 当时啊 他就对妻子说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孩子 满了你们这么多年 我是从广西逃出来的 我在老家杀过人 怕公安问出破绽 一直装哑巴 这几天老觉得不对头 我怀疑啊 广西的公安追到这来了 要让他们带着我 非死不可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这一走 不会再回头了 以后 孩子就随你的姓 你也没必要知道 我姓什么 叫什么 就当没有我这个人 说完 什么也没带 就出了门了 走了不到两个小时 县公安局民警 就找上门来 屋里屋外 搜了一通 从这哑巴师傅家里出来 刘武成决定 马上去 马里坡县公安局 赶到之后 接待他们的呢 是一位副局长 很热情 第一句话 就给他们吃了一个定心忙 你们放心吧 人已经抓到了 正在押戒回县局的路上呢 并且啊 还会声会色的 介绍了抓捕过程 说当天凌晨四点 马里坡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奉命抓捕 广西公安机关通报的 杀人再逃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发现嫌疑人呢 又跑了 追捕队伍啊 判断准确 行动迅速 在边防武警官兵的密切配合之下 在边境的一条丛林小道里 把企图越境出逃的嫌疑人抓获 这个副局长还说呢 你说怎么这么巧吧 一个小时前呢 我们刚刚给你们县公安局通报了情况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这一下子 轮到刘武成 莫名其妙了 因为二十分钟之前 他刚跟白佑明局长通过电话 白局长没说这件事啊 广西地名代林字的现好几个 挨着文山州的百色室 就有田林西林和龙林 这老哥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呀 忍不住呢 就问了一句 那位局领导啊 倒是也不在乎 那还用说呀 就是给你们上林打的吗 旁边的一个办公室民警立刻纠正说 局长 不对 是龙林 哦 对对对 是龙林 你们广西的林太多了 一不留神啊 就给弄混了 反正都是你们广西的 等一会儿人压回来就知道了 饭还没吃完呢 这人呢 直接送进看守所了 刘武成他们呢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 马里坡县的看守所 在询问室里终于见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 可是就打了一个照照面 他就下了结论 很像黎旭雄 但不是黎旭雄 特别是那张脸 要比真的黎旭雄啊 年轻不止十岁 刘武成眼睛很毒 他相信自己没看错 他就试着用他们当地的方言问了一句 你是白韦的黎旭雄吗 这个人呢 摇了摇头 对不起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尽管呢 舌头发硬 但是明显的 广西西北方言特色 清晰可变 再高明的人 也装不出来 况且既然已经落网了 还有什么必要隐瞒绅士啊 带队追捕的马里坡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 听了广西同行介绍的情况之后说 这个人呢 是广西警方网上通缉的杀人再逃犯罪嫌疑人 但不是你们上林的黎旭雄 而是龙林的皇家 两个人在很多方面 确实有相似之处 甚至犯罪性质 作案手段和出逃时间都十分接近 你们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2011年12月份 为期200多天的全国范围之内的 清网行动告一段落 这一年呢 上林县公安局超额完成清网任务 但是公安部都办大案 417命案 再逃犯罪嫌疑人黎旭雄 还是如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那这黎旭雄到底去哪了呀 转机是一年之后出现的 2012年10月24号 白又鸣呢 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口气很急 白居然吗 我是阿森呢 啊 听出来了兄弟 你现在在哪呢 阿森呢 说他在南宁 昨天呢 从海南回上林 听说白又鸣来市局开会 就赶过来了 有情况要当面告诉白又鸣 阿森呢 是白又鸣 到上林任职之后 结交的农民朋友 长期在海南打工 这回从海南回来 急着找自己 难道是发现了 跟417命案有关的线索吗 所以白又鸣 没有犹豫 会呀 请了假 也不急着开了 和对方约好 半个小时之后 在某个茶庄见面 白局长 我见着人了 在五指山呢 10月21号 星期天 我们公司呢 组织我们去五指山旅游观光 中午的时候啊 在饭店吃完饭之后 自由活动一个小时 我闲着没事 沿着河堤 就在酒店附近溜达 在一个菜市场的出入口 我突然看见一个驼背的人 在前边十多米的地方吧 在那走着 那身形呢 我就感觉有点熟 特别像黎旭雄 为了进一步确认呢 阿森呢 装作若无其事的 从侧面啊 就靠近了这个人 这一系观察 没错 正是失踪了18年的灭门惨案凶手 黎旭雄 白又明听了之后 心里是这个激动啊 2012年10月25号一大早 林长盛带着四名刑警 再次踏上了千里迢迢的追捕之路 开车开了十个小时 傍晚的时候 来到了广东徐文县海安港 当天晚上坐轮渡 跨过穷州海峡 到了海南省海口市 当时呢 路也不好走啊 折腾了一宿 一宿没睡 第二天总算是赶到了五指山市 阿森当时提供的信息呢 并没有那么的详细啊 只能告诉警方 遇到黎旭雄的大概方位是河边 距离酒店200米左右 菜市场就这几个关键位置 至于具体是哪个菜市场 哪家酒店 大方向是河南还是河北 都没说明 阿森呢 也记不了那么清楚了 按照河边酒店菜市场的这个模式 追捕小组呢 分成了两个小组哟 沿着南盛河两岸 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 他们很快发现 五指山市很多的旅游接待酒店 都是沿河而建的 符合条件的不下十价 再加上有些临水的酒楼 餐馆 夜宵店 大排档 数都数不过来啊 五个警察 沿着这南盛河两岸 转了两天 到十月二十八号 还是没法确定 晚上回到住宿的地方 林长盛给白佑鸣打电话 把这个情况就说明了一下 白佑鸣说了 你们呢 继续按照计划进行 我再跟阿森联系 看他能不能提供 更具体的参照地标 二十九号凌晨的时候 白佑鸣回电话说 阿森呢 还是回忆不起来 就餐酒店和菜市场的名字 但是提供了一条新线索 他所在的旅游团 那天参观了两个景点 先去海南民族博物馆 然后是翻毛离寨 吃饭的地方呢 是从翻毛离寨出来不远 联合着一家餐馆 从海南民族博物馆出来 跨过海域北路 进入河北西路往西走 从崇山镇政府门前过 拐入山庄路 直达翻毛离寨旅游点 翻毛离寨周边 就有通港大酒店 和五指山旅游山庄 他们呢 这时候感到很欣慰 因为之前划定的重点区域 没错 还真是在河北片 10月29号 小分队集中在河北片 实际这么一看呢 通港大酒店 和五指山旅游山庄 都不符合条件 林长盛呢 就去找五指山旅游山庄的 餐饮部经理打听 说翻毛离寨附近 还有其他酒店吗 这经理呢 以为对方嫌贵 不愿意在这消费呢 啊 那边还有几家呢 可环境和服务质量 跟我们没法比啊 我们是海南名厨掌勺 地道的穷海风味 先生 你们何必舍尽求远呢 啊 谢谢老板 我们几个呀 都是小伙计 兜里啊 确实也没多少钱 实在不好意思 按照这个经理的指点呢 他们呢 往前走了差不多五百来米吧 果然发现了一家酒楼 这酒楼的名字叫小河 规模不大 可是呢 挺整洁 挺精致 院里呢 有个小停车厂 门楼上啊 挂着一块优秀旅游接待单位的牌匾 林长盛啊 就派了两个民警 说沿着河堤往前走 别过桥 看能不能找到菜市场 剩下的三个呢 就进入酒楼 点上了几个小菜 跟服务员啊 就聊上了 很快就确认了消息 小河果然就是几天前 接待阿森所在的海口旅行团的酒店 服务员见林长盛 对屋子后边这小河挺感兴趣 也就临时的当个导游 介绍说这条河呀 当地人就叫小河 把南盛河呢 叫大河 他们呢 在这听着服务员的介绍 过了一会儿 那俩刑警 也都回来了 其中有一个就说 沿着河地 往北走 不到三百米 真有一家小型的菜市场 已经打听清楚了 这一带啊 就这一家 别无分店 十点二十 林长盛带着四位刑警 赶到了小河菜市场布控 他们一直等到了下午两点 目标还是没出现 林长盛说呢 继续守着 把希望就寄托在下午这个时段了 一直等到了下午六点半 目标啊 还是没有露头 林长盛无奈之下 只能是带着人们撤退了 五个人呢 没有回到原本住宿的旅馆 而是在小河附近 另找了一个地方 十月三十号一早上 追捕小组是兵分三路 身强力壮 擅长勤拿格斗的邓家民 在小河菜市场守株待兔 其他四个人的分成两组 以菜市场为中心 在半径五百米之内 走街串巷的排查 林长盛特别提醒 要特别注意理发 补鞋和修理钟表的小摊 中午十一点二十 林长盛接到了陈荣斌的紧急呼叫 林队 林队 发现目标 请立即向我们靠拢 林长盛问清楚陈荣斌的所在位置 就赶了过去 陈荣斌一见面就说 林队 顺着胡同 往里近一百米 樊光幅正盯着他呢 只见这目标人物啊 手里边拿着剃刀 给顾客在那刮脸呢 侧面一看 驼背的很明显 正面再看看吧 这一看呢 林长盛差点就喊出来 没错 就是他 他们日思夜想惦记了 十八年的黎旭雄就在眼前 尽管已经白发苍苍 还长了一些老人般了 个头也显得比过去更矮了 但是形象啊 没有走样 林长盛呢 若无其事的 从目标身边就走了过去 跟在后边的两个刑警 有点纳闷 哎 咱们灵头 是不是忌惮这人手里 那把剃刀啊 这俩刑警心里还琢磨呢 我们都练过 抓这么一个老头 别说拿个剃刀了 拿把菜刀也不怕呀 可林长盛啊 就一直往前走 一直走到胡同箭头拐弯的那 林长盛才说 你们呢 跟反光复一块 把人给我看住了 想办法 在保证不惊动目标的前提之下 用手机给他拍一张正面照 立刻传给白局 我通知邓家民 从菜市场车港 跟我去一趟派出所 二十分钟之后 林长盛还有邓家民 就来到了冲山派出所 所长听明白来意之后 就叫来管片民警 管片民警说 怎么着 你们要调查 小河街男儿胡同 开列发店的雄书啊 你们可以过来看看 一边说 一边熟练的打开电脑 林长盛和邓家民 俩人这么一看 显示器上是一张表格 雄学人 男1952年8月出生 汉族未婚 本是常住户口 住本市冲山镇 小河街南二胡同84号 集贯广东省佛山市 后边呢 还有本人的免官彩色照片 还有二代身份证号码 这一下子 林长盛心里有底了 不 他不叫熊学人 他的真实姓名 叫黎旭熊 是十八年前 在我县白围镇杀人之后 潜逃的犯罪嫌疑人 我想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 又是怎么获得这里的 常住户口的 这管片民警一听 哎呦 我这也刚调过来不久 对过去的情况呢 我也不熟悉 这么着吧 请居委会的集大妈 过来一下吧 集大妈呀 记得可清楚了 说这熊学人呢 大概是九四年底 九五年初来到这儿的 当时呢 不叫五指山 叫通时 集大妈记得 当时蓬头垢面 身上穿的可破了 拄着一根拐杖 沿街齐头 居委会见他可怜 就收留他了 问他从哪来 年纪也不算大 四肢也健全 为什么讨饭呢 他说老家呀 是广东佛山 小时候得病 医治不及时 落下残疾了 四十岁了 也讨不上个老婆 三年之前家里失火 父母兄弟姐妹都死了 就他一个人活着出来了 无依无靠 干不了力气活 当地政府也安置不了 就到穷海市 来投靠一个远方亲戚 结果找半天没找着 盘缠也用光了 这才到处流浪 乞讨为生 吉大妈他们呢 当时还挺同情 就问他愿不愿意回佛山呢 如果愿意 可以通过民政部门 给你提供方便 他却说了 我要在佛山能待下去 我就不出来受这份苦了 见这熊学人执意要留下 吉大妈他们呢 也想帮他一把 当时啊 南二胡同八十四号 有个孤寡老人 八十岁了 无儿无女 一个人过日子 靠救济生活 吉大妈他们呢 就打算安排这熊学人 去跟胡博搭伴 互相有个照应 可能是缘分吧 这俩人呢 还真是一见如故 熊学人 虽然身体有缺陷 可人勤快 又有一手好手艺 就利用临街的门面 开了个小理发件 手艺好 人也和气 收费也公道 生意呢 一直也不错 还特别孝敬这个胡博 老人生病了 这熊学人端屎端尿 跟亲儿子似的照顾 老人呢 也很受感动 就正式认下了这个儿子了 还跑到居委会 给这干儿子呀 申报户口 后来熊学人 还被当地群众推荐为 全是十大孝心人物候选人呢 04年4月份 96岁的胡博 无疾而终 熊学人给他披麻戴孝 还以义子的身份 继承了老人的房产 说到最后 吉达妈还感慨呢 哟 合着 他是阴阳脸啊 哦 他披着羊皮的狼啊 这是啊 林长盛终于明白过来了 李旭雄能够隐藏18年不暴露 不是他有多高明 而是利用了法律的漏洞 利用了人性的善良 这时候呢 陈荣斌打来电话 说呀 已经按照林长盛的要求 拍了照片了 通过电子邮件 传给了白局 当天下午四点半 白有名给林长盛打电话 说接到小分队秘密拍摄的照片之后 与刘武成副书记呢 立刻赶往白围镇 请被害人的父亲 以及李旭雄过去的两位邻居辩认 三个人都认定 照片上的男的就是 李旭雄 下午四点五十 追捕分队 在海南警方的配合之下 将潜逃18年零六个月的 杀人再逃犯罪嫌疑人 李旭雄抓获归案 戴上手铐脚铁的时候 李旭雄没有反抗 只是说了一句 18年了 我以为能在这度过余生 没想到你们竟追到了天涯海角 真是报应啊 2014年7月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李旭雄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宣判之后 李旭雄提出上诉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复合之后认为 李旭雄的行为 以构成故意杀人罪 犯罪手段恶劣 情节恶劣 后果极其严重 应依法惩处 予以核准死刑 2015年11月4号上午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依法对被告人李旭雄 执行死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旭雄提出